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你来到国际神志会 我们很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敬拜主 今天我们会看看救恩的特性 特别是救恩对我们的即时性和个人性 在开始之前,请大家留意以下来教会消息 5月16日就是《唱所欲言,音乐之夜》 邀请你和你的朋友参加这个以音乐互动 拉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音乐会 想了解更多,你可以到Facebook 浏览 啟发课程很快就开始了 如果你或者你的朋友想了解更多生命的意义 谁是创造主 或者关于生命的大小问题 啟发课程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下 一步步为你解答 我们还为你准备了美食 课程会在5月8日开始 如果你想报名或者想帮忙 你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 或者在招待桌上查询 我们很高兴向大家宣布 ICA就快有自己的Apps 无论你身处世界何地 你都可以在Apps 看到教会最新的动向 活动和课程 又可以重温一系列 特会内容 5月尾就会在App Store上架 在我们开始敬拜和分享讯息之前 提提大家 教会不单单是一个崇拜聚会 我们是需要彼此认识和建立关系 并不是孤单的 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参加天国小组 如果你有兴趣组织或者接待一个新的小组 我们非常乐意在招待桌上为你提供信息 祝大家今个星期充满喜乐